建武末年,冯衍尚书陈述自身的遭遇,冯衍说,陈在想以高祖之雄才大略,以陈平之祖之多谋,陈平依然遭到他人诽谤,被高祖疏远,直至为吴之赞誉,才又被高祖亲近。 以文帝之英明,以魏上之忠诚,当年魏上依然受到毁誉,不免遭受牢狱之灾。直至冯唐遍巫,文帝醒悟,肯定魏上的功绩,这才复位。 董仲书精通如学,遭到公孙宏妒忌,李广蝶血沙场,遭到魏清排挤。 举出这些势力,都是忠臣含泪,为之悲泣之事。 陈冯衍,自以为身份威贱,不足以与明臣比列,尚无为吴之举荐,下无逢唐遍巫,又缺乏董先生之才学,更缺少李广之权势。 在此情形下,陈欲避免谈言赠毁,无端猜忌,岂不难哉。 陈的祖上是朝廷的忠臣,却遭受斯门之祸。 陈在仕途上,也屡遭磨难。 此前,天下扰攘,兵阁风起,陈不敢钻营,谋求私利。 但是,陈谋求进取,以忠心侍君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 陈曾经统帅军队,未曾有掳掠忘取之意。 畏畏殷兴,为人谨慎,做事情缜密,对内修养身心,对外远避嫌疑,陈故敢与殷兴结为好友。 殷兴知道陈的家境贫寒,多次以财物接近。 陈自存无三亿之财,不敢身处三损之地,故而辞让,不敢接受。 在更始年间,陈在太原执掌财物,动乱之时,身居高位,享受俸禄二十余年。 而家无余才,常常入不敷出。 陈身居府衙,甘手清平,家中无步驳之积蓄,出门无余马之享受。 如今,天下太平,政治清明,陈更应该攻行简朴,尽力报效国家,却遭到各种流言,毁育之词伤害。 人们常讲,富贵者亦为善人,评鉴者难求平安。 陈师乃山野之臣,无妄于高缺之下,诚惶诚恐,斗胆自恕,但求朝廷宽佑。 尚书呈上,因为此前对冯衍的看法,光武帝仍然不肯重用。 冯衍孕衣不得志,只好退而做父,依次解忧,兼自我评价。 冯衍认为做人的道德,不能像玉石般被人重视,也不应像顽石般被人亲情。 风云际会,云争雾矮,亦龙亦蛇,予道翱翔,应该与时俱进,岂能独守异于。 用之藤云驾雾,舍之前行隐踪,能屈能伸,不可固守一致。 有法无法,因时而宜,有度无度。 在于取舍做人要无道德之时,不求当事之名,不居溺于虚理。 在人世间坦然释怀,正道执行,荡然四致。 胸中纵有替躺之谋,识人不用,也只能仰天长笑,自探怀才不遇。 逢眼九居官员墨留,难以施展报复,心情压抑,身心疲惫,浩探催眉折腰,七创事态炎凉。 清大夫之家,不谈鸡屯之事,身为朝廷之臣,不谋事解之力。 况且立位实陆二十余年,财产继续有限,居处犹如贫苦人家。 回想到,君子出世为官,谋求大道,过多考虑实务,不能伸展之相,过多谋求财力,不能为国尽忠。 逢眼辞去官职,又积履于周骏,此前担任要职,家境愈发贫困,愈脱离饥寒之苦,又遭遇丧子之痛。 祖上逢凤氏将军,最初葬在魏林,哀帝驾崩,在魏林建造灵寝。 逢眼只好将墓园牵至新丰县以东,鸿门之上,寿安县之御。 墓园地势高耸,宽敞,四通八达,南可眺望丽山,北可通向京卫,东可俯瞰黄河。 龙门山之南,有通往三境的道路,西边可环视风,浩,舟,秦之荒丘,宫观之废墟。 吉木远眺,可远是千里,就都之遗迹,遂定为墓园,逢眼退身隐居。 人们常讲,忠诚过废墟而须息,孝子入旧时而悲期。 每当逢子思念祖考,曾经建立功勋,垂弘烈于后世,奈何无望之灾,静落的坟秋荒芜。 春秋祭祀,招募无序,年衰岁木,身无寸宫,冯眼随后在墓园西边啃植,将墓场变为肥沃填稠,物架色,修孝道。 建宗庙,广祭祀,而后,冯眼和门读书,静修道德,品读孔学,老子,享受松桥晚景。 冯眼登上龙板,攀上高纲,思绪游历神舟,极目远眺八荒。 观澜九州山川之行圣,追思上古圣衰之一风,悲敏道德之灵涕,浩探河山之丛容。 究其忠实,必有缘故,故存其念,勇其道。 江途九州,微额五月,恍惚间,竟有浩然凌云之志。 冯眼创作慈父,用以字面,命名为显至父。 显至者,产发光明,父会风化,以慈父于情,可昭显玄妙之丝。 慈父如下,新年开春兮百花寒英。 甲子朝华兮,无将兮兮,新风启成兮,奔赴稿经。 林飞莲而叹兮兮,登平阳而怀忧。 哀时俗之险恶兮,悲好恶之无常。 弃权恒而度量兮,随风波而飞扬。 于论银河权是兮,党同法义而受罢。 怀耿戒而目骨兮,其识人之所喜。 举先生之鸿论兮,目鸣贤之高峰。 忽道德之归利兮,悟富贵之丹乐。 望大道而徘徊兮,见孔德之坚兴。 本于夫之所改兮,孰能事于无形。 耿直不恶于遭罪兮,重蹈先贤之覆辙。 内心自省不顾兮,遂定之而俯改。 无辈不欲堂于兮,哀怜无生之悲苦。 辽发愤而阳情兮,终将不改出终。 亡者不可叛缘兮,来者不可预期。 叹眉是不能显明兮,愿驰成远世而无终。 登庸献祭坛而逍遥兮,途径掠阳而不返。 念人生之不在兮,悲六情之飘渺。 至九宗山而灵节念。 思阿杂,呃,山兮,听惊水,畏水之波声。 灵红门而须兮兮,挨自身之灵丁。 为何天命之不纯兮,莫非我之罪念深重。 哀伤善良无辜兮,此恨绵绵而入名矿。 皆探思虑不够远兮,岂有后悔前世之落败。 虽久死不悔兮,担心余秧又重来。 为庞陀如雨下兮,气哽咽而无语。 心情郁闷悲伤兮,意念压抑而悲催。 鸟看太行之威恶兮,纵观虎口之争容。 悲道焚秋之污惠兮,疑恨招募之不容。 岁月忽忽见世兮,寿命冉冉其不语。 耻公叶之无成兮,耻逞荒原而独处。 吸引辅佐商汤兮,年迈七十而建功。 高桃垂吊于雷泽兮,信赖于顺而厚容。 身无二世之遭遇兮,怀抱忠贞而寂寞。 与妻儿俯首耕云兮,气美德不能自惊。 寒卢不许追逐兮,其既羁绊而不适。 独慷恨而援揽兮,非庸人所能识。 端木刺虽有财富兮,言回甘手清平。 敢足考之洪烈兮,岂能为富贵而苟且。 四季更替代谢兮,架色耕于于沃土。 享用灵首之所产兮,品尝李泉之甘美。 修神农之拓荒兮,采轩原之奇策。 追思周氏之仙祖兮,浩探范脸之多致。 翻越隆山探幽兮,放眼无垠于八荒。 朔丰回荡助兴兮,呼绝惆怅而哀伤。 纵懒黄河浩荡兮,眺望勤境之故国。 探仙祖逢亭不屈兮,悲逢去及离遭恨祸。 便由山岳周来兮,远赴结石与洞庭。 浮江汉而入大海兮,党周及怀河而上宿。 看燕祺之旧居兮,游历宋楚至明都。 非似诸侯不似兮,痛到列国之旧须。 游历中原徘徊兮,路途迢迢而多奸。 思考圣者之教会兮,心思浩茫而纷纭。 唯天道之不辨兮,探帝王之书正。 遥顺心胸坦荡兮,下与承平而革命。 并日夜而幽似兮,心中狐疑其无解。 高阳思律深远兮,世俗安可与之相争。 闻下起于甘泽兮,商帝得之颓废。 宋承康之承平兮,永南风之歌声。 思唐遥渔顺之默默兮,后继商气受世人尊敬。 苗逸纷繁茁壮兮,延续至汤,五革命。 往兮三代之纯粹兮,灵默氏而霍阳斗增。 吊下节于南朝兮,枯英咒于木也。 祭祀阴隐于博焦兮,摇拜屡望于风舟。 齐功德与日月同辉兮,齐英明与三王同恋。 杨竹豪酷于齐露兮,墨子卑白似遭色染。 知道静染将会异性兮,怨恨造化之难以改变。 官居建威之助兮,卑斯王道之江腿。 周德难以存续兮,齐桓,静文振兴霸业。 哀战国民众之徒叹兮,憎恨全臣之祸国。 逼迫楚王南习尹都兮,擒获赵武于局。 姬于局,良。 赞忠信挽救石碧兮,厌恶诈谋之逞强。 浩探深疏为陈蔡富国兮,静国大夫寻兮,甲鱼灭国。 痛恨离除建言驱逐孔圣兮,鄙视脏仓阻挠孟子相见。 叹兮子反抗命于彭承兮,赞叹管众受封于行义。 为何兵连或杰兮,百姓苦于战争荼毒。 将孙武沉与武胡兮,歹白起于长平长命。 合纵连横之乱世兮,伤风败俗之欺诈。 流放苏秦于环水兮,幽静张乙于鬼谷。 承轻教化为玉德兮,展示刑罚之俊桥。 焚烧商鞅之科正兮,抛弃韩非之游说。 击刺始皇之跋扈兮,放逐李斯于四亿。 毁灭先王之圣法兮,霍乱天下之霍殃。 寻觅前圣以剿正兮,可他二主之交涉。 御将台饷宴舒奇兮,于张华宫招待交举。 辉煌道德之光耀兮,匡正衰始之渺风。 于鸿鼓赞颂诵相公兮,于严陵未记杂数表。 直取人质之英华兮,激扬乱国之墨流。 于晴,为看望郑国子产兮,于银丘访问艳英。 感叹日暮图穷兮,于旧旨而独自徘徊。 九州如此博大兮,弥补之路之南北。 四马驰骋于旷野兮,呈祥云而徜阳。 向博仪迅问前途兮,向物光问济而兴明。 款待子高于荒野兮,巧于博城而兴定。 仰慕圣人之美德兮,烟流愁躇而浮去。 异欲斟酌欲在颜兮,疏忽疾风飘逝于天际。 求善言之所存兮,允许由于附属。 暂停车驾于基山之阳兮,四位骏马于营水。 听闻至言而隐悟兮,反身踏上归途。 观览天地之奥妙兮,统领万物之刚迹。 探究阴阳之变化兮,昭明武德之华彩。 青龙飞跃于沧海兮,豢养白虎于金山。 早言而注识是兮,寄托高阳以养仙, 神阙飞翔于红崖兮,玄武前踪于幽冥。 浮身诸楼而四望兮,采邪灵之之华英。 继承前贤之美德兮,光耀往兮之殊荣。 身披起立之华福兮,奋扬屈原之精灵。 冠冕高耸之吉吉兮,环佩丁当之洋洋。 好饮六里之清酒兮,吞食武之之翠花。 以菊树为番离,聚兰慧而为势。 拨洒白纸于中亭兮,排列渡横于路旁。 种植涉干与迷乌兮,构建木兰与星宇。 光彩夺目而照耀兮,芬芳浓郁而华张。 芳华威蕊其美之兮,不时恍惚而惆怅。 飞探兮身遭坎坷兮,连芳草之憔悴。 患游精神于苍茫兮,抵达玄妙之公关。 楚清静已养之兮,时无心之所乐。 山错额而寇天门兮,凌冲龙而繁茂。 蓝鸟飞翔为蜜半兮,迷路哀鸣以求有。 宋古今之雅思兮,揽圣贤以自立。 加孔秋之之命兮,献老子之道玄。 得与道其属宝兮,明玉身其属清。 由山谷而弦处兮,守寂末而养神。 学庄舟之垂吊兮,彼是倾向之显味。 仰慕炎陵之冠元兮,四至人之仿佛。 盖隐约而得道兮,探究玄妙而入定。 远离成垢之巫会兮,赶雾桥, 松之妙姿。 唯吾至之所归兮,故与世俗之不同。 齐替躺而高歌兮,愿漫步而从容。 明帝即位,身边侍臣又有人讲冯衍的坏话, 指责冯衍的文章词章浮华,言过其时。 冯衍被罢处回家。 冯衍娶了北地巨人人士的女儿为妻, 妻子飘悍,为人妒忌。 冯衍不能纳窃,续养婢女, 而女只好亲自打水,聪明。 当时冯衍已经年迈, 又要抛弃妻子,遭到世人非议。 然而,冯衍胸怀大志, 始终不肯欺欺于平贱, 身处穷儒,常感叹。 年轻时,冯衍及仰慕名人, 也曾经担任要职, 配金印,锤子兽, 持福节,奉赵命初始四方。 不愿意苟活于世间, 怀有凌云之志, 三宫之贵,千金之父, 不遂其愿,不能另起屈福。 贫而不衰, 贱而不恨, 虽然年迈体衰, 仍存贤士之风, 修道德于幽明之路, 以终身明, 为后世法冯衍干守清平, 在家中去世。 一生中留下父, 磊, 明, 说, 问交, 得告, 慎情, 书记说, 字序, 观录说, 对策, 共计五十篇。 张帝喜欢冯衍的文章, 冯衍有儿子冯豹, 冯豹自重文, 十二岁时, 生母被冯豹的父亲休憩, 赶出家门。 冯豹的后母异常狠毒, 在冯豹熟睡时欲害死冯豹, 冯豹吓得逃走, 得以免祸。 此后, 冯豹仍然竟是后母, 愈发小心, 后母却更加仇视冯豹。 当时人称冯豹为智孝, 长大成人, 冯豹喜欢儒学, 在离山下教授诗经春秋。 乡里人为此传颂, 道德彬彬冯仲文, 后来, 冯豹被举荐为孝莲, 担任尚书郎。 在任上, 冯豹勤勉工作, 不敢有丝毫懈怠。 每当奏势, 宫中没有批复奏折, 冯豹就留在尚书省等候结果, 从黄昏直至天明。 张帝知道后予以褒奖, 派宫中皇门拿被子给冯豹盖上。 施令皇门不要惊醒冯豹, 还多次称赞冯豹。 当时, 朝廷正在平定西域, 因为冯豹有才学, 懂得运用谋略, 张帝拜冯豹为和西副校尉。 和帝初年, 冯豹多次上书, 就边郡事务建言献策。 冯豹上奏朝廷, 建议在西域设置物己校尉, 在现役, 诸侯国恢复旧有官职。 后来, 冯豹升任武威俊太守, 在任上两年, 和西人称赞冯豹。 冯豹被征召入宫, 受败为尚书。 和帝永元十四年, 冯豹在任上去世。 评论如下, 身份尊贵者, 往往已是权势, 待人骄横。 有才的世人, 又往往自负其才, 特立独行。 这也是人之常情。 环谈, 冯豹不就是这样吗? 冯豹文中引述他人妻子, 遭人调戏的例子。 可谓比喻恰当, 娶妻子, 自然要娶奸真不屈者, 朝廷娶世人, 却不能这样。 为什么? 奸真不屈, 守劫义, 宽恕他人, 守义难。 光武帝得到抱勇, 却又失去逢眼。 守义者求全责备于既往, 守劫者坚守真操于未来。 乌户, 赞此如下, 谈非秤述, 延晚伟至, 道不相谋, 鬼师同师, 体肩上财, 荣威下至。